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斗地主 两个人玩老牛拉破车啊 你们玩过老牛拉破车吗 玩过吗 不知你们玩不玩过啊 好了 这个来看看 那今天这个也是在呃 晚间啊 快要到快要到新闻联播的时间了啊 目前那个大伙解说一个云十五在上一个解说版本啊 也是在一个星期之前咱们解说的是将尘啊 他的一个赵云十五的秒杀来自于这个他最新打出来的一个视频啊 也是 是将尘的第二个这个秒十五的云十五的视频 那这一次呢 还是秋收秋收呢 目前的云十五是第三个视频啊 这是他第三个十五的视频也是打得越来越精彩 秋收的话呢 也是最开始啊 他你像包括像空白秋收将尘 这都是打出秒十五的大神啊 这个也是 大家伙也是都知道了 秋收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吧 他的玩法呢 是特别适合大家伙去 这怎么说呢 去特别特别特别实惠 特别特别实惠啊 他秒的 所以说呢 就是比较比较给劲吧 比较给劲 目前呢 可以看到秋收他的赵云呢 是 是呃 该卖血还是卖血的啊 打气就是要 就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华龙刀六条 那个三国战云二呢 有三国战云二和三国战云二批 当然这是原版啊 当然这是原版啊 还有一些别的啊 就是 我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 好了 看看 咒云 咒云的话 作为云妹啊 作为云妹来讲的是什么 三国战云的啊 三国战云里嘛 其实三国游戏你没发现吗 啊 咒云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神话 咒云这个我 我不知道为啥啊 就是很多这个包括像日本呢 像这个什么 像什么 这个咱们国内啊 做游戏 做电影 都是喜欢做赵云 为什么呢 啊 大伙说一下为什么呢 啊 难道是赵云的枪比较长 啊 长枪一再啊 关于那是赵信的那是啊 对不对 你懂了啊 是赖的啊 对 刚才很多人说卖血 卖血就是涨气啊 很简单啊 啊 这个这是最简单的涨气方法 方法 卖血 有很多时候呢 你看 我们那时候就有高手玩 我认为的高手就是比我要是会会算计一点 就是他给他玩过上当时你发一件事就过那一战 然后那个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玩了一战 然后那个挨打 因为地球有血 我可以补血补满 好 来 一个飞轮 来 样通明 白鹤亮翅 大鹏斩翅 好的 血杀 大鹏斩翅 好的 这是双气描法啊 双气描法 我感觉这个血 感觉他血是真不要钱 看看你啊 谁的血都要钱 他的血是真不要钱啊 但是血没满 吃赵云赵 第二关的话呢 其实你很多人说用一个气描和用两个气描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个人感觉吧 这个东西就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 你如果说是你如果说像咱们这个描法啊 就是说 你你你甭管几个气吧 你打起来你会发现就是你第二关你只能描最后一个boss 中间的你也不需要气 对吧 你也不需要再浪费气了 所以说这个 基本上第二关你像这些这些小别人够你把气打到满啊 没有什么浪费不浪费的东西了啊 好了 一旦前前跑 哎呦 我去 感觉他这个背后啊 不是很安全 其实很多人说啊 这挨打了感觉好像不好看 反正挨打吧 你就记住挨打 就没这个游戏就是挨打随便 你只要你别过打死就行啊 挨打吧 还长气呢啊 这个就是但大多数我对点被砍被怒 你不能被那个车扔出了一个雷炸 那就不行啊 你再被砍啊 好了 可以看到现在是往后走 我发现这个 现在我是解说多长时间啊 好像是解说了两个半 不到两个半小时 我发现我这个嫂子昨天休息了是休息了 但我这个嫂子呀 没修好 发现这个烙磋就皮啊 就发现这个有点有点被伸猴的感觉 就是大伙可能懂伸猴什么意思啊 就伸猴就大伙知道那哈尔滨红肠可能有 可能有十八厘米啊 就跟我下面那个差不多长十八十八厘米啊 就是就你把那个红肠一下刺到就我看有个女主播贼狠 女主播就把一个大红肠 十八厘米红肠刺到嘴 就然后完全刺到嘴 就然后然后闭上嘴 还能再拿出来 我看得很神奇 我感觉就是 我感觉就是这种技能啊 这就是应该让自己的这个媳妇啊 女朋友啥的给她一下啊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就是啊 但现在确实是很难受啊 很难受 这嫂子就感觉被被深猴了一样 是这样的啊 好了 看看 除了秒差之外啊 咱们基本上啊 修收表演 三国战绩 119版本 老十五啊 是这个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啊 反正我都跟他讲过了啊 性格倒是不错 嗯 这个事实上的就是这样子 你随便无所谓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这个嫂子呢没办法 所以说我一般来讲 我跟你讲 我一般来讲 我都 我都是 我都是整个毒奶啊 大会知道毒奶吧啊 必须毒奶一下啊 哈尔滨红枪做短了 那个 我我我经常是啥呢 我经常那个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包括志余哥 我那个我以前吧 这事赖我 我以前就是经常毒奶 我经常我经常利负败个 怎么利呢 忘了一站我说啊 我说这把谁谁谁谁能赢啊 或者说我奶一下 如果怎么怎么样 我就剁吊啊 直播剁吊什么 要不就是什么什么日无党电风扇 什么大的大吊炮炮炮炎酸什么硫酸什么的啊 但我我剁吊这个事吧 就经常会会利啊 经常会利 我有一次 我有两次 我确实是熟了啊 我有两次确实熟了 然后呢 我就拿那个哈尔滨红肠 我就拿出来 然后我拿刀子 一顿骗啊 一顿一顿骗 然后后来大伙不买账了 说我整红肠玩赖 然后呢 然后每次一整红肠的时候吧 因为我大伙都知道我 我最开始那个红肠都真实尺寸 跟我的是一样的 大伙都知道啊 我呢 就是我远的时候吧 远的时候是18厘米 硬的时候呢 是属于30厘米长 矿泉水平那么粗 实话实说啊 就有点像那个小孩的胳膊似的 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就小狼有点太险嘛 后来哈尔滨红肠怕我诋毁他 然后就把那个就把那个肠啊变得很短 啊 就是就是就是十二三厘米 这完全就比不了啊 这大伙懂什么意思就好了啊 大概有这个意思啊 我再给我 我再给我吃一个 整整个整个房管啊 忘了啊 我再听这个远子 大东北话不是这远吗啊 远的糊的啊 那就是 其实说实话啊 就是东北话是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一个语言 其实东北话跟跟普通话差了多少 很多人都知道啊 你看啊 普通话是什么呢 就是以北方啊 以北方方言为技术方言 以北京音为基础音 北京音是什么意思 北京大伙知道啊 北京的你现在定定义的时候 咱们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是清朝 清朝呢 大伙京片啊 京片都是谁呢 都是你看都是很多奇人 奇人哪来的 关内来的啊 就是像那些什么 最开始你像什么 像这种什么辽宁啊 黑龙江 热河啊 就这关内来的人啊 关内往往这里走啊 八旗的啊 他 他都东北人 所以说他 你说东北话跟普通话是有一定联系的啊 这是没说的 你都 你可能听不懂东北话的一些这个这个音 你不知道这个音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你懂他啥意思 你比如说你 你就是个神炮啊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话 你感觉就不是什么好词啊 就或者说你往那一站 说你怎么那么的呢 你那么的呢 你就这就也不是啥好词啊 大多数不是啥好词啊 可能有贬义包用那种啊 你可能是啊 他牵着那个屌子 你可能没见过啊 你那么疼啊 哎不是 这个我 我这边 这个咱们这个房管 这个智语 智语哥啊 还感谢咱们的远范集团 人力资源部啊 这个赠送的办卡 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我是实话实说啊 哎 你们 你们 你们经常见到一个就是啥呢 就是我小时候我经常看一啥呢 我一看那个 看那个黄片啊 我说你们看 我玩传奇 我玩那个传奇私服 我看有人看黄宗律相 我说你看了吗 真没有意思 再说了 你说那么漂亮的姑娘拍片多得啊 你长得那么漂亮 你干什么不好拍片 后来吧 我后来我慢慢吧 我被童话了之后呢 我说妈呢 我说我看那个漂亮的女的 我说这逼咋不拍片呢 是不是啊 但是呢 一般的咱们小时候都是啥呢 一般都是两两件事啊 一般就是拉一些梁家妇女下水 要不然就是劝妓女从良 我就是给她起个名叫姓姓姓姓 姓姓姓梁啊 这是我这是我亲生的朋友啊 我有个亲生的朋友 就是这个智语哥知道啊 我们有一个小伙伴叫王大千啊 最比 最比啊 我跟大家讲 我可能就以前讲过这个 当然都是资深老故事会可能听过我讲啊 但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啊 就一天喝多了 这比要喝深水炸弹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深水炸弹啊 有知道的 大概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皮啊 什么一些清酒烧酒啊 护参就这边倒葡萄酒 那边倒白酒 这边倒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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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什么日本清酒啊 倒啤酒 然后一杯一口闷 打火可能懂什么意思吧啊 你又逼得要死跟你说啊 喝完之后就微微一硬略保 略表尊敬就是这意思啊 喝完之后我跟你说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啊 前提条件下呢 是那天我我有点虚了 你也不知道怎么刚啊 说喝酒谁猛 说那个说那个说小狼 那不管我叫小狼 我叫吴涵啊 小韩啊 小狼 你那个喝呀 我说那个我喝啤酒行 我这白酒啥都不喝 你这餐 我就喝完之后 我估计我明天我就就明年的今天就是我忌日了 我喝不了啊 我是怂了 怂完之后呢 我是这样的 我说你喝那一杯这个 我喝一瓶啤酒 我给你吹了 后来吧 这事吧 反正是确实是 这边又真喝了 你知道吗 这边这个这个这个王大千小伙子 喝完之后吧 当时挺厉害的 当时吧 还给他坎坎而谈 可能过了没有二十分钟啊 这个可能没有二十分钟 然后这逼我给大家学一下 大家看我看我眼词啊 比较患散啊 就这样是的 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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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这种感觉 知道吧啊 贼换散 咱们看 赵安壮 转开来 一二三 跳起来 然后一二三四 大风展翅啊 血血沙啊 说说说说啊 跳起来 赵安壮 一条回身 一二三 再一个暴气 好了 来 杨通明 他暴气可以追起来 先跳起来 一根 然后在大棚展翅 给来个闲天锁啊 锁出个炸花 他不要炸花 也没谁了啊 好像前面锁了啊 不太清楚 反正招安壮 单秒很简单 然后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啊 刚才那个话题就啥呢啊 呃 平如不喝跟勇啊 喂 老弟 我跟你讲啊 就他这种这种就是这种状态 但是呢 前提条件上的就是啥呢 就这一逼吧 这笔很很有意思 你别看这笔就是说平时说话啊 老师啊 就最非常就看起来很成熟啊 很忠厚 饶是啊 看起来这人非常的靠谱 他们每次喝完酒之后吧 他都给你大伙吐槽 他吐槽啥呢 他都他他他他他都他都他都这么说 他说你看那个 我看你们都是贼贼好啊 又是什么女朋友 又是热纳的啊 又是贼 反正是你们感觉你们贼羡慕你们 你们什么什么有的19岁就破处了 有的什么现在好几个那个女炮友什么的啊 反正他挺羡慕 他就终结一个原因 就是我是处男啊 我是处男 就是我妈的我有点劲儿劲儿的 我就 到底是什么滋味啊 就是明显就是低口蛋糕的滋味 就那种感觉 就是很皮这个人你知道吗 然后这边志宇哥看不下去 志宇哥呢 其实这个人非常清高啊 非常怎么说呢 他自己他大伙就知道啊 男人斯大 他自己不嫖娼啊 那现在我不知道了啊 现在据说好像现在玩的非常非常花 我不太清楚啊 他当时据说反正是 哎 就是 就是那个意思 当时说那个 说这个事呢 我不能帮你介绍女朋友 你也不会 给你介绍九个九十多个女朋友都让人翘了啊 然后你也 你也 你也搞不定 是吧 你完事都是人女的 说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这人说傻傻的啊 这人就是明显就暗示出来啥都不懂那种 所以我不能给你介绍女朋友 这样吧 我花两百块钱 我给你找个女儿 你领出来 这个女就是硬招女郎 就是原处交际 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给我钱 我就 就是就是就是干 真事 就随便 就是来吧 兄弟啊 然后呢 这个 最逼吧 行行 反正也行 反正反正后来不喝多了吗 喝多了就把这个女的给叫来了 你知道吗 叫出来了 这志宇哥偷的现钱 两百块钱啊 两百块钱你买不了吃亏 这个叫来了 叫来之后呢 就说给他开好的房 东王红宾馆啊 宾馆302房啊 反正是就整挺好 这玩意呢 他就去了啊 他就他就他就去了 去完之后呢 咱说吧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在这不是很多人说 我跟你说那是2010年兄弟啊 2010年啊 2009年过年的时候 就是2019年到10年跨年的那个时候啊 两百块钱不少了兄弟啊 我们那穷上穷穷僻养呢 那个时候我我母亲工资才1900块钱啊 穷得要死啊 那实话实说啊 这两百块钱够了 说实话还是好人多啊 那个女的吧 虽然说是个小女孩 特别喜欢钱 但是不得不承认那女的很实惠 那女的打电话给我们自语哥 打电话怎么说呢 说你快来吧 你的朋友喝多了 又要给我大金链子 又要给我钱 又要说我是个好姑娘 让我赶紧回家 我操 现在 其实我感觉那女的吧 也也很也很有想法 那女的可能觉得怕我们是黑社会啊 对吧 因为大伙说这种女的吧 他都是走穴的 他不是本地人 他一般都是什么呢 他一般都是 他一般都是到这个地方 坐一个月 两个月 然后换地方 然后再再再再再就这就像那现在咱们看那个唱二人转 二人转他老给一个剧场 没意思啊 对吧 你懂的啊 好了 先手一个飞轮暴气武大棚 五个大鹏胆翅 他选择了跳A机 也可以啊 无所谓 一个气可以秒了啊 写杀 然后再追 打三锥 两锥就可以打死 不用打三锥了啊 然后呢 这不是 这不是女的可能也也可能有想法呢 毕竟拿钱了嘛 他就是 他把钱包所有的钱啊 钱包里所有的钱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自己带的金链子 什么手表啊 什么手表 然后把这些东西全给那女的 那你说这逼喝多了 这逼这逼跟我老客说老妹你是个好人 你肯定是被逼的 你这样呢 你那个啥 你你你回去吧 你好好过 你好好回去 好好上学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贼贼贼 贼几个灯啊 这都是实话是真实 后来吧 那钱都花了 怎么办啊 后来看那逼可能睡的已经就是 这么说吧 人家他哈喇那个B2 往那一储啊 感觉就是就是 就是晚上让他跟他睡觉得了啊 谁也不愿意 而且那个哥们长得也挺胖 三五三五个人整不动的 大家会知道喝多了跟死人没啥区别 往那一躺 一般人 你再有劲 你抬不动他 你确定不了他啊 行行行跟他睡觉吧 后来行行 后来行行钱都交了 你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你们懂不懂啊 那你钱都交了 这女的那把拿人钱财 是不是啊 你俩 你俩 你俩办事啊 咋整啊 这时候我就站出来了啊 这时候我就站出来了 我说这个钱不能浪费 我说这个钱吧 他不能浪费 知道吧啊 我说这钱都给了 都是故事啊 然后呢 这个预知后事如何啊 预知后事如何 赶紧点不着关注 送不着小礼物什么的啊 我告诉你像我这种故事吧 一般人你在哪个主播都听不熟 你这种故事就是 我这种不是说你们看那个段子 在网上看了什么内涵段子啊 什么这个看完了之后觉得 哎呀那个挺逗的 那个都不是亲身经历的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这是我亲身的朋友发生的故事 知道吗啊 我的再演不前知道吗啊 实话实说的啊 都是啊 好来看这句秒杀 他是打了一个四满的 这个白鹤亮翅啊 好的挑起来 好了再写杀 感谢我的老公SKR啊 前天也是给我送了飞机啊 非常感谢这个 SKR到底 是可能是名字的首字母是吧 非常感谢啊 大哥啊 接下来的故事呢 接下来的故事 可以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 知道吧 这故事呢 志宇哥说 你看钱涛了 涛了 我说那 那你咋找 我跟另外一个小伙伴啊 这个小伙伴呢 现在可能是感觉有点像 裤衩子成精一样 一天天给我沸沸的 浮溜浮溜的啊 ZB可能也结婚了 现在不敢装逼了 之前是咋回事呢 就小伙长挺帅 应该说啊 整个这个东方红啊 应该说除了我之外啊 他应该算是一号了啊 大家伙都知道 我姓吴彦祖的吴 对吧 这个这个就不用说了 大家伙都知道 整个斗鱼里 对吧 长得英俊又有才华 做朋友还是一流的 只有我 对吧 这就这就不用说了 然后那哥们也不错啊 那哥们也不错啊 那哥们说 那他妈的钱都花了 后来我俩一琢磨 行行子 那 那你就来吧 那就 这可爱 那女的行行 那女的 那女的可能 现在女的 我感觉好像他 他真是有点像玩 我不知道大家 看不看我的电影 那个电影名叫男男男 男是哪个男啊 我给大家点一下 大家知道 这个电影啊 我就是我安利一波啊 这个电影是啥呢 我我我我我给大家写下 我在屏幕正下方写啊 这个男男这个 这个电影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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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个口里面 扎个女 知道啥意思啊 这电影里面有个女的吧 他自己有钱 长得还漂亮 但不知道 他可他可能有有有癖好啊 他就他妈的 他他他他就 他就是他是啥 他有钱 他不差钱 你知道吗 但是 但是呢 他他就想 就是他妈的 他就想做这个 就是他看他 他看找人 这个人就跟他 啪啪啪完事之后吧 他就他给他给评价 他看你值多少钱 你像有的像饭店 有的大胖子 就给十块钱 给十块钱 有的活好的 给个给好几千啊 就是那个电影 可能有看过的 有看过的 就那个意思啊 好了 这个地方是无限编试 这是涨气的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能力啊 一个一个专属能力 可以慢慢写 然后呢 就我我怀疑吧 就是我们经历这个事吧 这个小姑娘 咱不知道是哪的啊 我就听听口音 好像不是我们本地的 但是也是北方人啊 这女的吧 可能也是说是想赚钱吧 可能也是玩一玩 就就你们可能 现在知道那种援助交际 就是他干这行 纯属是可能 比如说我需要个几百块钱 或者几千块钱 我买个什么包 或者说整点 可能可是买个电脑 买个手机 他他他可能 他不是职业说那种 就是可能说迫于生计啊 迫于那个 迫于可能没饭吃了 真是啊 就家里面 比如说像有的有一些 在这里没有贬低的意思 可能有一些单身母亲 为了孩子 或者说 甚至有一些 大伙儿就看看 古代也有很多这种 这种 这种名记啊 也是很有苦衷啊 咱俩们不多说了啊 就是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说这个意思 这女的 他真不是为赚太多钱来的 他看我俩涨的小伙儿 背儿棒啊 挺精神啊 涨的对吧 挺帅 好了 感谢我的老公 SKR啊 赠送的这个飞机 看涨的挺帅啊 这个觉得就是 这跟我俩就觉得说 那要不你俩 对吧 要不你俩来啊 我说我当时 我打会时到 我这人非常纯洁 我因为你也知道 我这人确实很纯啊 我这人就重来 没什么坏心眼子 就就绝对啊 就是很很很脾 就对了啊 好了 在这里 他选择用赵安状秒 因为最后秒曹操的时候 是不需要赵安状的啊 他秒这个张辽 用赵安状 好了 这样有赵安状秒的话 就非常简单了 跟秒那个下火鸢差不多啊 然后再调起来 两点白鹤亮翅 好的调起来 一个斗软昆仑 扎一条 好了 最后再一个斗软昆仑啊 牛逼 很简单啊 在这里呢 其实之前的都是用赵安状去秒那个谁 秒那个黄黄盖 但是呢 也有用赵安 也有不用赵安状秒的方式啊 据说他是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 用那个杜康九秒 然后加那个加那个什么 加那个用那个冰镜状态啊 去秒这个 用那个张辽金的冰镜状态 去秒这个黄盖啊 也有这种情况 然后呢 问题就来了啊 这个事呢 他一看我俩 我俩行色吧 这个我俩问 我说那钱花了 这是给一个人花的 给俩人花的呀 他说 一个一个来呗 一个一个来呗啊 然后我 我当时我也非常纯洁 我说那个 我说那你先来吧 他就先来了 来完之后呢 我给门门口啊 然后怼过怼过 我一瞅 可能有个 有个三两分钟就完事了 啊 有个三两分钟就完事了啊 这我觉得就是他妈的 我说真真是好皮啊 我说你啊 然后呢 我呢 在慢慢我就有点饥渴难耐 啊 大伙知道可能有大伙知道 就这种这种心情啊 就是 这种感觉没有 就是你 你可能你们 你们可能上过大学吧 在大学里面 你住 你住个小旅店 然后呢 你发现这个隔壁呢 隔壁就不行了啊 一个都是窝喊叫的啊 这种 这种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 就是 你可能 大伙知道那个时候吧 你去包宿啊 包宿 没有床 网速机器算是挺好 但是呢 没有床 然后你一包宿 你会发现包宿也不便宜 是啊 然后还得买一堆吃的 那个时候 我们都兴杀的去旅店 找那种二十块钱旅店 电脑尖啊 电脑尖有电脑 电脑的可以啊 配置可以 网速也可 因为那个时候都光鲜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你在那住 你比如早上去 你看新日乐新天 你休息 你早上去 你可以在那 白天可以玩 因为你知道白天玩电脑非常贵啊 两块多一小时 很贵啊 对吧 你你你你 你算一下 你可能可以给他住二十四个小时 而且啊 我给你们算一下啊 比如说你早上六点钟 你去开房 你去开房 现在也 这这这个事 你你你就听着啊 这个事 我就我就当教教你们 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学着点啊 你早上六点钟去开房 开完之后呢 你看啊 为什么说六点钟 你早上三点钟就去就不行了 三点钟一去 他到中午十二点 就给你打电话 说你看那个先生 你续不续房啊 但你你交了个 你交了个对吧 满对吧 一天的房钱 然后住了六个小时 不住了九个小时 实际上你不到十二点 你就走了 但是呢 你早上六点钟去 或者七点钟去 这时候呢 你除了能住到第二天七点 住到第二天七点 还能住到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 这个这个 这个你就经济比啊 就就你性价比 就就就不一样了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说的 这就很很屌 哎 我说是 我是这个意思啊 我就说这个意思 我就咱就专层闹到这了 闹到这这个意思 后来呢 这不是绕过来啊 我跟这个 这个他不出 出来 我跟这小女儿 我俩就是 我就坐在边上 我说那 我说真行 假行啊 我说你看 那个 就交了一份的钱 我说 那个 我哥们都已经完事了 我说那我 我说那我行不行啊 他说那个咋不行呢 他说你看 你对吧 你 你这个长相可以啊 对吧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啊 对啊 我就后来吧 我就 我就 然后我俩就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完事之后呢 这个出现 他说你看那哥哥 你看那我都 我都 我都 我都陪你们了啊 然后那个 那你 那你那个啥 你那个 你那个 你你你你你 你给我打个车吧 你给我打个车 然后让我让我走吧 对吧 你看 大大雪天的啊 就这么冷 我说打车吧 打车 我说正好 我我送你一程 对吧 我给你送回去 然后我中路 我中途 我就下车 我钱给你 他说行 然后那啥 那啥 那个你有电话吗 你留个电话吧 我说那行 我电话是138888 你呢 我就我就告诉他了 啊 电话 我就告诉他了 然后呢 眼瞅着 他就电话 把他左右手一打 电话 保存电话本 上面写了两个大字 猛男 哎呦 我操猛男 真事啊 真事就就是这个事 我就我真是 我一点都不吹牛逼 我实话 谁说现场直播啊 这事我有证人啊 这就猛男哎呀 一点招了没有 太强了啊 真事的啊 我跟那种 三两分钟选手 肯定不一样 就这事 我不说你们就知道吧啊 就和就是非常威武雄壮啊 这个这个就是瞬间 我就感觉就是我 就是我这种 我这种本身 我就这个人非常有自信 你知道吧 就是他这一程 我感觉我有点膨胀 我有点膨胀 你知道吗 你导致于我现在就是 就是一到这方面吧 我就是特别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动手 痒痒的 你知道吗 不是我发现你们是咋的都不信呢 我是怎么怎么怎么玩啊 我还有很多人往那一站 咔咔咔的都不信 我还你们真是 这都是实话 谁说现场之歌的啊 这都真事啊 真人真事 这都是 登登登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知道吗 好 来看看貂蝉啊 三国里面拥有俩女的啊 这游戏拥有俩女的 貂蝉算一个 貂蝉但是秒不了 单秒貂蝉其实可以秒啊 只是你浪费的道具太多了 也没有啥太大的意义 所以说就不用单秒了 刀 刀 刀 知语哥的未说真 知语哥也没清流 这一哥没火啊 他这有跟大伙普普及一下啊 普及一下 至于这 这个这个这个 这火是什么意思 火就是 就是就干 就是就是说难听点 就是就就那个意思 知道吧 火火了啊 这就大伙懂吧啊 但是呢 这个 嗯 所以说 哎 我们哈哈哈哈 我们我们 我们多我们多好 有啊 我有个小伙伴叫 叫影啊 叫影 就是叫影呢 非常多 因为女孩叫影很正常 然后呢 我们都是很多连桥 你知道吗 然后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叫火影忍者 哈哈哈哈哈哈 火影忍者啊 这个火代表啥 就是刚才给你们解释过了啊 这个 这个火就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 就是你懂的啊 就是 火影忍者啊 太屌啊 好的看看 马上是吕蒙 吕蒙单秒是需要耐心的啊 需要耐心 这是我们我们之间啊 就是说白了啊 有很多事吧 有人说听小狼讲的 半路你来你听不懂 这玩意点微微道来 就是你确实你有时候你听不懂 但是呢 你常听你会发现啊 真是 就是这种我们真实经历的小故事啊 小段子啊 实话实说啊 就是真实经历的故事小段子 他就他不像你看段子 你一看一笑就完事 这就一辈子了烙印 你知道吗啊 都是这这这这这这都是故事 知道吧啊 就是干啊 我是那个 我 我是那个杜王红 对我是杜王红的 怎么的啊 我我人称杜王 我人称杜王红歌盛啊 虽然说这种是90多年前的称号了啊 但事实上啊 这个我们那个小地方呢 还是出过很多人才 只不过现在啊 就是 现在已经凋零了 这破壁地方啊 现在东王红联举已经取消了 没有这地方了 好了 先把这个小兵打成残血 一定不要打死啊 一定不要打死 对 然后再准备好飞轮 这个这个秒杀方式呢 好了 准备好 往下走 这个啥子 还得再绕 一个飞轮 好了 张灵剑起手 选的后手爆气 来个亮翅 好了 非常漂亮 大风转翅 回身前前前锁 前前锁的目的呢 是因为他有什么呢 他他可能再锁 锁三次的话 是有这个 有一个九截杖啊 可以看到 捡起来 再锁一条 大风转翅 血杀一点 最后一次一锁 前前锁 再前锁到这混乱 好的 有一个九截杖在这呢 是非常靠谱了啊 九截杖的话 两个九截杖 可以秒这个后面的boss 那个时候唱歌 就是实话实说 现场直播 就是牛逼 现在呢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没有什么声卡 你知道吧 没有什么那种 什么声卡 混响 然后包括 你也知道 在这种屋子里面 唱歌 他就 他那个声场 就不适合 就是网上直播 你想他们那种专业直播 有那个大麦克风 麦克风的地方 有一个专门 就是防止你破音 防止你大兔目星的 往里 往里 啪啪那种 那种东西 然后那吊着啊 就给你过来 就是卖 像喊卖歌似的啊 一人我饮酒醉 什么这那的 就那种各种 反正我听不清楚 那帮人专业 我就不行啊 我这就没有什么声卡啊 我这一说话大白话 所以说我唱歌 你要真上ktv 这么跟你说真上ktv 还有我曾经 我曾经我告诉你啊 我都我都多牛逼过 我跟你讲啊 这个牛逼的就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啊 我再跟你说清楚啊 这个事呢 就是完全没有吹牛逼的成分啊 我我曾经办过什么事呢 我就是我们那边有 那时候没有是ktv啊 全是小歌厅 歌厅都是一个小趴趴房 你知道吗 一个一个的 这边有歌厅 歌厅边上是发廊 发廊 歌厅串店 砂锅店 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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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就全是这样的啊 就一帮 大多数都是一帮那个 无业迁赛人员 或者是老娘们上开的啊 就是我们好管的地方 叫破鞋鸡 破鞋啥意思 我就不解释了啊 一六 然后呢 那天就鸡了 咱那时候唱歌去也不贵 最低消费 一首歌一块钱 就最低消费十块钱吧 进去就直接就是 一首死了都要爱 我从这头的第一个歌厅 唱到那头的最后一个歌厅啊 唱了能有将近两百块钱的 进去是啥呢 唱个歌啊 要一瓶啤酒 然后 然后就走 牛逼都要死啊 去哪儿不都是 就是唱完之后 还不要这笔 这笔唱得好听 这笔 这笔比原唱好听 就这种感觉 知道吗 而且那嗓子我都飘了 我那嗓子真事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什么中国 什么什么好声音 什么什么快乐的男生 什么的啊 那时候要有的话 我真事 我现在我还跟你们扯这个呢 我现在我都没跟春哥 我俩都 我带把子磕把子等等的啊 我都不说了 这是你信不信 我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啊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 但是这个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让我看着我头上这道八妹啊 知道这道八怎么来的吗啊 知道我这道八怎么来的吗 知道吗 贝雷批的 太装逼了 知道吗啊 太装逼了啊 贝雷批的就是啊 但事实上不是 是因为啥有一次 有一次唱歌 有一次唱歌呢 这个是这样的啊 这个 这个有就是我们先点的歌 我们先点的歌 就是他那个歌厅是啥 他不是说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就是在那一块 就是我们是啥呢 就是两拨人 或者三拨人在一个歌厅里 然后那种 就是他容易出现那个 就是可能就是打架 就是很正常 就是看谁不睡眼了 比如说 比如说往这一站 说你瞅啥 我瞅个鸡吧 你再瞅一个试试啊 我试试擦 你妈去干就是 就那种感觉 但是 我这个八怎么来了 我跟你讲啊 就是我先点了个歌叫啥呢 叫那个天高地后 就那个新乐团那个啊 我点那个歌 我们点歌都是一个人点 就是他都排在后面了 但是我唱完了之后吧 你不能说我们点的点的走 我们点了五首歌 我们点五首歌 然后我们必须唱完了 他们才能唱 就是这两方势力吧 你唱完一首 他唱一首 你唱一首 他唱一首 是这么分的 结果呢 我天高地后 往后点了 这逼呢 他们也点了 他们不知道我点了 他们点 点完他们就唱了 他们唱完 到我 我又唱一遍 但是我先点的没毛病啊 这个人老板 我先点 我唱完之后吧 唱得太好听了 你知道吗 就是 就太好听了 你知道吗 牛逼的又抖 然后 然后这边 可能就挂不住脸了 就不愿意了 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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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逼 是 你长得英俊 唱歌又好听 但你 你说有点太损我们面子了 结果 结果我们人也多 然后他们人也多 他们比我们小 你知道吗 就是你大伙 你知道 像我们那时候都26,27岁了 他们那时候才21,22岁 那时候年轻 年轻人气盛 那事你知道 华强哥说过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不气盛 那叫年轻人吗 没招了 结果这帮B一言不合 一个P有瓶子 现在我知道8 每次异理发的时候 这帮人说 你这8咋来的 我说贝雷批的 太装逼了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 不是你们不信的 好了 暴戏大鹏 这边秋手打得不错 在白鹤亮士 一条 有的怪的 白鹤亮士 最后一点是能挂到的 有的 有的白鹤亮士 是挂不到的 高掌混轮 好的 哎呀 这个追踢 非常极限的追踢 好的 再到这回来 最后一次追踢 追踢完血杀都可以 好了 追踢血杀 非常漂亮 所有车身用光了 但是不要紧 一会儿呢 吕布之前有一球子冰 吕布之前有一球子冰 无所谓的啊 哎呀 这都是都是故事啊 这都是故事啊 故事故事拉一裤子 太多了啊 小孩打仗 不容易打仗 不容易轻重 现在其实也多少知道点 你们记住啊 自古以来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打仗 就是打钱的 知道吧 你你你记住 你你打仗 跟欺负人不一样 欺负人 你可以吓唬他 你可以用一些手段 像像咱们现在说核威赦 啊核威赦 或者说像 就吓唬他 你你欺负人 你可以说 怎么的啊 你别跟我逼一楼啊 跟我逼一楼我造哥打你啊 要不就是你等我放学的啊 那马上来哥 你别别闹 我给你开玩笑 就可能就基本上打起来 但是呢 有时候多数是吓唬 你知道吗 就基本上就是说打仗 说我要打你 然后约个价 说说说那个什么 说那个义和园 后面有个野狐什么的啊 然后那虽然说扯误了 你现在 你像我们说约个价 说你找谁谁谁 他找谁谁 找完之后都认识 打不起来 或者说 就要不你俩单挑 其实那时候打架 都知黄和亚的 谁说是真上个刀 什么这那的 没有吧 你现在就是这样的啊 你说你找个人打架 来来的懂 还得感谢这个 我鸟大我来说啊 打仗就是打钱 你现在就是 你你要是你想把人 你想打人 可以啊 你准备好钱 就就随随便便 对吧 你不就想打人吗 你说吧 你说吧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照多少钱打 你说 你说完之后 你你给我钱就完了 你也别打我了 你给我钱 然后我认怂好不好啊 我我给你承认 赔礼道歉 对吧 你打打七 就无所谓 都是啊 都是故事啊 几点下 今天不知道 今天看嗓子 今天应该是 你看我 我是四点多开播 现在是三个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播到十点多也可以的啊 不是我没感谢到的 是可能是没看见 兄弟啊 好的 独标 白鹤亮翅 再白鹤 应该是要三百四百鹤啊 他练白鹤 为什么那么宝 他有一个看宝 看宝之后呢 你发的这个指令的就会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好的 我们原来有矛盾 我们原来有矛盾 去北深公园二二二两亭 我全都结局别闹啊 其实现在想想啊 如果说真是有那种说打架的 大多数都是吓唬我 有你像我们那个时候有 有一个黄金社会 那个时候古货仔啊 文贼亚生我远塞我完塞 红杏 账官亚带就这个啊 然后一天天就跟那个陈小村什么 正一件事的整个打火机 整个投行啊 一天天三级后男的啊 贼屌啊 受影响啊 受影响往那一站 然后那个 来来了 这个那的我大哥谁谁谁 就是吓唬人 你知道吧 要不就是你反正看谁横 然后有这么一句话 就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啊 大概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呵呵呵 其实真的 你看那个夏洛特反倒里面 那个真不是群羞逼啊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除了 古货仔之外的就是他妈的 那个 那个有意思 那个 那个八神 然后那时候整个八神的头型 八神的整个八神的发型啊 小慧可惜吧 牛逼了一天天 哎就真是欺负人 有时候就是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好孩子 谁谁愿意打仗 谁就 你可能说有人说 我跟你说 最欺负我那个人吗 咱们先看这个秒杀啊 一个独标之后呢 先是一个 先是一个来亮通明爆气的一个连招 好了 追第一条 陆迅怎么秒 陆迅就是 你看去炸花 看不见啊 如果是 如果是貂蝉的话 那除了炸花之外呢 还有就是小箭筒啊 小箭筒非常屌 好的 因为陆迅的血比较比较少 所以说好秒 然后接下来左慈就秒不了了啊 接下来左慈就秒不了了 这个没办法 但是想秒也能秒啊 这个只是 你要是秒15的话 肯定是不在计划室内 双马所思雕缠是秒不了的 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 比如说黄盖司马仪 黄盖司马云有一个秒不了的啊 就是这个情况 好了小的们 看招 不是我这左慈来了礼物呢 没有礼物我能干吗 兄弟啊 好了一个人盾 地盾输 然后天盾输 百分之百炼啊 然后再人盾输啊 重点来了 是很啊 你这必须一点小礼物 我甩 你又不甩礼物 我的脑蛙 我点温温的 我点啊 西德比赫这个人 好的感谢 孩子不是你的啊 还有不一样的 赠送的办卡 还有左手转 左手转是狠啊 啊 我在这里啊 我偏不是弹幕 跟大伙问一下啊 跟大伙问一下 我想请问一个事啊 这事呢 我不知道你服还是不服 请问啊 请听题 就是现在呢 咱们屏幕当中的这些男孩子啊 男生啊 男的 就想问一下 就是你有哪个手 就是你 你有哪个手啊 哪个手 你们你们懂什么意思吗 有哪个手 如果我看我还要统计一下 我统计一下哪个手啊 我看看这个大伙都有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啊 你 二刀流 右手 双双手 我用嘴 那你那个鱼加链的 是真不错 那个鱼加链的啊 你这个鱼加 我用我用嘴 用嘴是没谁了啊 跟着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是吗 太狠了啊 其实呢 我 我跟你们讲啊 这个我是用左手 这个自从咱们这个用上了电脑之后吧 咱们大伙看片的方式改了 看片的方式不像那个时候咱们 你记得那时候小时候看片看龙虎报 或者看一些那种 A片 那时候不叫A片 那时候我们 那时候我们那个录像厅啊 租蝶 你看咱们现在的比较比较出名 叫三级片 三级片 其实并不是色情 就叫三级片 可能他有一些什么血腥暴力啊 他在分级的制度当中 就是三级片 啊 还有一种片呢 叫二类片啊 还有一种叫二类啊 这个 这个二类是哪个 哪个哪个哪个片 八万咱现在这个 这个不好划分啊 但是呢 这个二类吧 他说白了 就纯黄片 吴马赛克啊 一般来说都是VCD片啊 都是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个二类片呢 我们小时候看 咱都是啥呢 就是一般都是找几个小伙伴啊 找几个小伙伴 你家有人吗 我家那个不行 我家那个有人 你家的我家明天没人 哎 我家 我把我家那个啥 把我家那个 那个那个 录像机拿你那些啥的 是吧 都是都是这种啊 这不是 那你像有的人 他家里就有这个 你来我家 我爸我妈明天 那个都有事 你来我家 你们租帝来我家看片 啊 就直接啊 那时候带个孝辉啊 东方红二中啊 带个孝辉 一帮小一小逼 小逼初中生啊 往那一走 呃 呃 东方红一中啊 高中了已经是啊 一走行行 问你老太太说 那个先看一看正片啊 找一找 这一看 古惑仔 古惑仔一 古惑仔二只猛龙过江啊 三只只手遮天 四战无不胜 五龙腾虎月啊 什么什么 六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假设是这个意思啊 你丑 哎 挺好的 再看看这边啊 太极张三丰 啊 那个新寿灵无阻啊 这个蝶 啥嘛啥嘛啊 就是装作在挑那个蝶 其实都看过了啊 就是装作在挑蝶 实际上呢 就是在注意那个老太太看看 过一会儿呢 过一会儿跟老太太说 那个就是 大伙听我这个口齿啊 那个大人我来玩了 他说你 你说啥 那个大人你跟我来玩了 他说你是不是要看片 我说那个对 我说对 我说那个看片 他说 我说 他咔 他就拿一个箱子 你知道吧 拿一个箱箱子 箱子里面各种封面啊 封面 各种外国的老外的 还有还有日本的 挺有意思啊 我说 我说这个 我说还有吗 他说那个 他说那个 这个 都是教育片 他说你想看一些猛的吗 我一看大 我一看大娘真吵了 我大娘真懂我 我说你来点猛的 你早点啥 他说你看我这有什么欧美的 有什么 啥人 人寿啥的你看吗 我说 我说 我说你拿来看看 拿来看看 拿来看看 这晚上咱货比三家是吧 你你花钱了 毕竟是不是 我看一看啊 瞅着我说哎呀 我说这个这个 哎这挺好 我说这个 你看这女的长的啊 我说这一帮小伙伴 看完之后 这老太太 醒一醒 他瞅一瞅你们 说你们成年了吗 我说 我说 我说对啊 我说我成年了 我十八岁了 他这瞅一瞅 瞅我胸前有那个笑灰 你知道吗 他说哎 你你你笑灰 我咔不起 我早就不念了 我就啊 早就不念了 我就啊 他直接插电 插兜里了 我说来吧 多少钱 他说一张碟 一块五啊 这个这个好 两块 我说行 我说那租金呢 他说你你常来 你租金 你给五块钱吧 我们凑不凑钱啊 给就是那个押金五十块钱 租了几张别啊 然后拿回家看 看那个碟 一上来 FBI 我你啊 然后他 就是那种片头啊 然后过一会儿 你出来了 现在他不像现在 有的有剧情 那个感觉就是 就是干就是啊 来看现在 调起来 到人混乱这一波秒杀 追地要追着准 追地反跳 A好的 再说必杀 高大打高伤害啊 一会儿还有两个 两个孟 孟霍的孟霍的 Boss 调起来 再到人混乱 好的 玩得很皮啊 拳气秒 这个看 看一看吧 就瞅着啊 是时候换个活法了啊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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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家墙山东技校找兰祥啊 就这种感觉就看得很旺旺 也渔船呢 这怀疑就是哎呀 这这你说以后我说真是啊 以后你说干什么职业 就可是合伙的就当男优 多好啊 这女儿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感觉就是哎呀 这个职业就是 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看的就是确实很屌啊 瞅着给他看 看 学技术到新东方学嫖娼 那里是个好地方啊 800个床位 不锈钢 200个技术 想想就那种感觉 新东方规模大 80万银魔变天下 往那一瞅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呢 看得挺嗨 结果呢 大伙儿知道小的时候吧 这个都知道啊 小的时候呢 这个都有就是大伙儿说 那时候啊 可能经常会停电 这个发电发电厂 就是大伙儿一停电吧 就啥事也干不了 你也知道 现在你想 现在停电的话 真是老老憋 老憋去了 一般就是可能说 打个闪电什么的 可能会停电啊 结果他妈了 停电了 然后那个碟被拿出来 你知道吗 我们的 我们的一停电吧 停一停停一停一整天 这碟被拿出来 他也不敢叫那个碟 知道吗 他把那个碟 他把那个碟 你说你 你说你撬开了 撬坏了 咋整啊 怎么办啊 他妈的 妈的 你说 哎呀 那你说他 他爸妈回来了 然后我们 闹闹就走了啊 闹闹就走了 然后第二天 灰溜溜的啊 把碟拿出来了 说那啥 说那个 说那个碟拿出来了 然后他爸说 问我那个 说我爸问我 说那个 碟 这碟哪来的啊 他说是我 他说是我给他的 说是我要看 他出门就卖我 真是他出门就那么 他卖我 他怎么那么爱我 知道吗 啊 结果现在我在他们父母眼里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贼不早熟那种啊 就其实他儿子就属于贼骚贼骚那种骚到骚出天际啊 17岁破处那种啊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然后赖我 知道吧 就是一直赖我 觉得是我给人带坏了啊 不要逼脸啊 大干人的情况啊 好了 给这无限追气 可以看出来啊 咱们这个秋收这个玩家呢 还是打得很满稳的啊 一会儿看看 这个 又看看一货和二货怎么秒 我咋不解说承海3c了呢 我咋不看新闻联播 我小时候还看水虎乱的 我咋不看了呢 没办法啊 这个玩 现在本身那个玩的我也玩的不好 没办法说这个事了啊 喝一口毒奶啊 喝一口毒奶 这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事啊 这都是这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事啊 就没有罪坑 只有更坑 知道吗 这个咱们看一下 一会儿啊 疑惑的话 是特别需要这个节奏的 特别特别需要节奏的 这不是风云再起 这是119 最正宗的119plus 罗斯啊 啊 啊 好了 这两个 这两个龙头虎啊 排的地方挺单 可以看到他血很少啊 麦该卖血卖血卖血的话 长气很正常的事啊 好了 看看一会儿二货 准备好啊 带一来一春来一 我记得那时候 其实我还看了很多三级片啊 什么灯草和上 玉女新兴 蜜桃成熟石啊 这些这些片啊 这都是看过很多很多啊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那个 金瓶梅啊 杨思敏什么的啊 看啥 看魔鬼天使 赤裸天使是吧 徐若轩啊 小红红 可以给他机会啊 好了 这边先把老虎先干死啊 老虎挺有听的 亲们家人 官人我要 我发 我发 你们都是高手啊 你们上厕所都不带纸啊 你们才是真正的大高玩啊 就这大型的勾计吧 娘啊 好了 A4老虎 准备好 鱼涅 准备好 调好鱼涅啊 牵手抱气 一个鱼涅之后 独标 白鹤亮翅 再白鹤 单A大鹏 倒转昆仑 追猎翻跳 大鹏展翅 好的 一个太阳太阳弹兵 主要目的是为了把那个后面那个小病变成动物 以利于自己秒杀 追递反A 挑起来 单A 然后前前跑 再见 直接躲掉啊 这样的话呢 可以再秒一次 这里面有个大人参 可以让咱们自己长点血 长血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卖血啊 这是很屌啊 这个和尚不太猛是啥啊 我说灯草和尚啊 其实后来的三级片呢 我觉得没啥意思 就以前的三级片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包括你像什么人肉叉烧包啊 什么伊波拉病毒之类的啊 那个邱里涛 邱里涛不是这这这这 这今年又拍了一个片叫叫失眠 是不是 好像叫失眠 也是那种三级片的感觉啊 但是呢 这个您懂的啊 这种三级片的不是纯色情 说有一种血腥暴力那种啊 那种片啊 徐若轩 我就感觉徐若轩小的时候 看那个旋风小子啊 什么安妮 什么珍珠 那个四毛 就那个林志颖 那个啊 徐若轩是真漂亮 哎呦我天真假 这是女神啊 后来说这比一拍了拍三级片 想想也是 你说拍拍就拍了 我怎么没看过呢啊 我是在这两年 我才看的那个赤裸天使 魔鬼天使三部曲什么的啊 然后还有全罗血 血真什么之类的 前两天我还重新看了一波那个 那个那个做人要做 滴滴滴啊 呵呵呵呵 要带照相机那小伙的一套啊 我重新重新回顾了一下啊 这个 呵呵呵呵 这个实话实说啊 还是可以的啊 质量还是很上乘的啊 实话实说啊 这个那个时候的门可能比较比较比较 现在都都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就直接就 这啊 这个啊 看什么 验照门呢 真是的啊 一天天的啊 好了 看看 准备好准备好一条 好了 一个先手 独标起手 大鹏 大鹏 这是白鹤亮之三 四点 最后一下 好了 太阳天晴 太阳天晴打打起来 这一套 打的血还是比较多的 再一条 这种情况下就节省气 一定要节省气 一个小箭头 好了 血杀 这样的话老虎 老虎 他你要是出现失误的话 那肯定是白扯 老虎是最狠的 这个老虎 抱着啥的 这是贼狠啊 好了 一个金盔要略 然后再吃上 吃上一个补 这样的话呢 可以卖卖血啊 可以卖血 一会儿打打气 我发现弹幕当中 有一球的人啊 我实话实说啊 我不得不承认啊 你们很皮啊 我不 怎么 我发现现在这微信 微信又炸 这微信上什么 什么什么玩意 什么就狼哥把 变照门发给我呗 你们是没看过 还是不会下呀 有点啊 要逗死了啊 来 怎么看 现在 刚才 刚才 刚才我 刚才你看那个 志宇啊 志宇是我们那个 我们老哥啊 我们同班同学 我把他带入传奇坑啊 这个志宇在 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跟你说 刚才我母亲啊 简简单单听了我 两个都要识的直播啊 然后跟我发了一句 跟我发了个微信 你说你挺爱说实话呀 哈哈哈哈 我我好 我好像有点 有点皮 我我妈的听我 听我直播 然后我说的 哈哈哈哈 这个是这个 哎呀 好冷心的 这种人哦 这真是真 智智的 这个哈哈哈哈 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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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点卡 玩到了12级 我操 一张 一张点卡 35块钱啊 120个小时 妈的 逼的 这玩到12级啊 太狠啊 热了六道飞起 一会我妈还跟我说 小伙伴 你挺实惠啊 小伙伴啊 要说 说起来 我妈真事啊 从小 这是我玩游戏机 从小是一字一类 那个时候我在我们那儿啊 游戏也算是半个高手 三国战机 最起码我能带领 众多小伙伴 一命通关 咱们看看好 这个位置 一个毒标 好了 这边是要用 这个杜康九来秒的感觉啊 大鹏斩翅 好了 倒转昆仑 好了 追地杜康九 大鹏斩翅 很多人问他怎么 他怎么追地玩暴气 还是满的呢 正好卡那个暴气 那个点啊 时间点的掌握得非常好 大鹏斩翅 倒转昆仑 好了 再一堆一条 大鹏斩翅 倒转昆仑 非常漂亮 我妈啊 我妈曾经就在我身后 就看我玩 带领一帮小伙伴玩 三国战技 又克顿 克顿大会 知道啥意思吗 就是这边 这边调好 你等会啊 调好 这边你调好 那个天师服 我调好 那个人顿书 然后我一放 我巴一放 然后这边人顿书 然后天师服 然后这边太平清零 然后他 就融线 克顿书嘛 牛逼的要死啊 带领众多小伙伴 一命通关 就一臂通关嘛 一命有点扯 然后后来让一帮人也告发了 然后我妈回来给我一顿训 从此我在这帮 这帮 从此 从此我在这帮小孩的家长里面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 非常呲的人 非常呲的人 对 他那个什么 问题在我妈 还挺有意思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人 她觉得说 他既然孩子玩 又玩 我看他玩啥样 我看他 我又看不懂 玩了 他跟后面站了 能有 他跟我小姨 我妈跟我小姨 跟后面站了 能有二多分钟 我跟他玩了贼入迷 我跟他 还用暴气呼风唤雨 雷听万军 前锁前锁前锁 玩了贼海 然后没有然后了 然后当时 我一 当时我就没有第六感 我就感觉就是一回头 哇 那当时 你就你知道 那回神汗毛 什么感觉吗 就得像那个哆啦A梦里面 那个大熊 看见他妈似的 就那大熊 就那种感觉 知道吗 完全就不考虑你的感受啊 闹闹的就是这样啊 我爸没打过我不认 我爸就是顶多锤我几下啊 装装谁用装装装 在张聊那用了 装装在装装这用了 这种情况下 不用想 那个 肯定是要用杜康九来秒 那个什么的 秒那个曹操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司马仪是秒不了的 那单马秒不了 然后魏延和这个曹操可以秒 司马仪秒不了啊 就是这个情况啊 你应该是看见胖虎了 胖虎是没贼了啊 我不是被他爸一顿布阵的那是那是黑一一不是我啊 你不要混淆啊 我老挖疵你那是 一句话简单说明一切 妈我再也不敢了啊 然后好了一个多星期啊 然后跪会下星期还继续玩啊 不长技巧啊 宇宙幻影 那是身心凶狠 那该说不说的 那还扯什么呢 暴戏宇宙幻影 我不敢反抗 如果是我不反抗 我不反抗 这一下打不死我 我要反抗的话 一下就死 这个经过测试 这经过测试一下就死 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力 你知道吗 刀查能秒死马吗 这大哥 他现在赵云也能秒死马 他不是秒不了 他是秒了死马 就秒不了别人了 知道吧 他是你懂啥意思吧 你看那要不就是秒死马 不秒黄盖 也有秒红 就是你他这个 他现在就15的套路 一般都是这样的 15的套路跟这个套路 不一样 既然反抗不如享受啊 这个来 我跟大家 我我我采访一下 大家伙啊 我采访大家伙 这个 如果说呢啊 如果说你是在 你是在16到18岁 破处啊 然后请你打1 如果你是在 这个18岁到22岁破处 你打2 如果是24岁以上 你打3 30岁破处 你打4 然后你要是 你要是现在还是处的话 你打个0啊 你打个0 我看看啊 啊好多 打9 打9的是啥意思 打9的 有打3的 有打3的 4的有吗 我看看 有4有4的 有4的啊 我有个同事 我有个同事就告诉我啊 就告诉我 他他他那时候30了 确实是30了 这是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我18岁不知道1还是2 就是你18岁你破没破呀 你很简单 你18岁破的就算1 你18岁没破就算2吧 姐姐啊 14岁的你是不是有点不要比脸了 你赶紧回家写作业啊 你赶紧回家玩我玩我玩我玩去 你14岁你那么你你14岁的话 你幸亏是14岁了 你要不到14岁 你你你你完了 你前途没有了 知道吧啊 你你废了 你这种情形下 你可以告你的小伙伴说你 有点那个强奸又难啊 你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啊 你跟他说说你给我来个乌鸦坐飞机 就完事了啊 14岁破的那真是没谁了 哎我想问一下啊 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说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 特别强调什么的男女平等 我发现现在有男女的不太平等 就是大伙你们没这么感觉吗 男女有点不太平等啊 就是女的就贼就咋都行 就男的就 就是就感觉就不行 你没发现吗 啊 不有这么个段子吗 说你说你说你看 说你说你说你看 哎我说你看你这个 说看着对面有个有个女的 这样脱衣服啊 他过去瞅一眼 看这女的给他洗澡 他瞅一眼 这女的啊 流氓 然后报警了 说偷胃狂啊 然后警察给你抓下来了 等你回来之后有一天嘛 你行行 这女的真不要脸 我们又不是偷看啊 我就看着你给他洗澡 然后他行的好 我也坑你 我也给我也洗澡 他咔把窗户开 给他洗澡 这女的看见啊 流氓 暴露狂啊 报警了 警察又给他抓下来了 是不是有点比较逼脸 有点啊 是吧 你看咱男的 一说男的 还三斤啊 三斤 大伙那三斤 什么钻戒 什么之类的啊 项链 手镯 耳环 什么凑三个 五斤也有啊 不知道还以为 富方三斤片的啊 就三斤 就是 然后买房 啊 然后你一点 有点 有点什么 比如说 现在你得赚多少钱 然后这个那的啊 亚丽山大啊 好了 这边是呃 九斤杖起手 然后呢 利用暴气白鹤 来大碰 大碰展翅 一个必杀 四招一试 这一招的话 谁打了半管都血啊 然后买是 好了 再一个必杀 追另一条 好了 大碰展翅 回身再必杀跟上 追另一条 好 这也太稳了啊 血杀 血杀的血量是非常多的啊 不要小乔血杀的啊 当然是选 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啊 然后呢 这个 你看你的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你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 呃 那个 要求男的 要有多高都高收入女的呢 就简简单单的啊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甚至是不干活 比如说我不干活啊 那个 或者说是那个 或者说是比如说 我那个 我去上 我去 比如说我去上班 找个事业单位啊 这个 朝九晚四 这个中午还能 然后 法定假日非常休息 然后工作弹性 一个月可能 现在跟我们这个牡丹江 那个城市 可能是两千块钱左右啊 左都可以啊 只要不忙啊 有个 有个什么三血一斤呢 就可以了啊 哎呦 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我要是吃 我要是吃不着肉 吃不着啥的 那对吧 那就点赖男的 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 然后结果 结果一到那个感情不合了 到分到扬镳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啊 离婚了 然后那个咱们财产怎么分啊 一人一半是不是 哈哈 你说你说 你说这个东西 你说干嘛嘞 哈哈 当然我我肯定说啊 这肯定有一些女拳癌的人说 小拉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问题在于啥呢 这个确实也是 因为爱情嘛 对不对 说你爱他 你还说啥了 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 是不是 你爱他 你还扯啥呀 啊 很多人说爱他 爱他就是那个圈 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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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谁了 其实我跟你讲 你个社会发不发达 看他女性的地位 啊 因为很多人大伙知道 咱们就中国叫唐人 啊 唐朝的时候啊 女性地位比较高 不仅仅出了五个天啊 其实 这个 现在一般你发达社会也是啊 你就是女性地位非常高 所以说你看像那个印度啊 什么呢啊 什么包括一些这个中东国家吧 他就算再富有 他也可能他在这方面啊 做的也是不够好 所以说这个妇女地位吧 极西低下 这个确实很灯啊 咱们在这里呢啊 觉得觉得咱们现在国家这个风气还可以啊 虽然说有很多啊 啊 对对对 这个这个不秒啊 这个不需要秒 吓我一跳啊 这不需要秒 这个就是平打 一会是单秒操操啊 哎呀好 哎呀好 好了 这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现在妇女地位可以了 就当然啊 没有没有人家那么高 知道大知道啥意思 没有那么高 但是相比一些某些国家来说 咱们的这个 这个妇女地位啊 确实还是还是很高了 可以了兄弟们啊 但是前两天我就说那个 帮大家会看不看新闻啊 有个叫叫叫 在这里呢 我我因为毕竟啊 这个这个公众场合啊 我这个发言必须要规范一些 有个叫这个什么 迪欣欣 那个啊 有一个人啊 开了一个APP公司 然后被前妻逼死了 那个那个事儿 大家伙怎么看啊 我站着看我坐着看我躺着看都可以 但问题在于就是这就是很多很多地方 他出现隐患啊 很多地方他出现了隐患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富 我是一个富豪 你像古代的时候 古代的时候 我可以 我可以这个取 取三妻四妾 人家是纯扯啊 只能取一个妻 剩下的全是妾啊 剩下的全是妾 那个时候你说 就是我这 我有点修你是吧 写修书 然后 现在嘛 你看 这一道 你像马荣 你像马荣 对吧 你一道一 一道一结婚 你甭管 就其实 其实所有的钱啊 都是男的 比如说王宝强啊 对吧 那你说你女的就要 就要分财产 一分就要分一半 你像那个奶茶妹妹 像刘强东 强东 强 强东哥啊 就中国五强 是吧 是刘强东啊 还有那个 那个 我就不敢说了 说了被疯了啊 那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你说你说奶茶 你说他俩人离婚了 那奶茶不出了 走上人生巅峰啊 是吧 你这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这边这个赵云好像有点皮 准备好啊 找这个位置 隐身衣先手调好 然后傀儡娃娃 肯定是这个情况啊 一半都给你哲格了 哲格很凶是吗 准备好 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好的傀儡娃娃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对 飞轮 好的 一个 白鹤亮翅 挑起来 最后一点能呱呱 看不看钱 再挑起来 白鹤亮翅 再挑起来 四点白鹤亮翅 然后血杀 不是那个必杀 然后再回身 追地爆气 白鹤亮翅 这个爆气呢 是利用那个 利用渡康九爆气 再三点 一个必杀 好的 追地挑起来 三条两条 再必杀一根 好的 再追地 再见 非常凶狠 无招安撞 秒操操 现在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确实很简单了 确实很简单 这样的话来自于秋收 他跟秋收的十五 跟咱们的将神的不一样 他的招安撞放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说秋收的还是很有特点的 最终的也是秒杀成功 非常牛掰 一个小时零九分钟